在雲端上都有,那主要是計算數量 那我們剛剛 大概已經演示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他現在 已經可以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能夠 因為已經做好一個有嘛 那到的話我剛剛又做了輸出把它改成3 按執行到也可以 可是問題在下一個聖 那天下聖人怎麼辦呢 那一樣把它改成4不就好了 這個改成4 這改成4 那其他要不要改 其他如果不改執行看看 天下 不過你會發現 老是不對啊 這個地方怎麼會0 明明不止 不止 一定有啦 天下有0 那主要問題出在哪裡呢 問題應該出在這個mid 後面 這個是資料來源嘛 我要切割的字 第二個是第幾個字 那尾巴這個參數 我固定就給他一個 因為我假設關鍵都一個字的話 那就輸入1啦 可是問題天下兩個字 那你如果改成2的話 當然你現在直接輸出 他會算對 但問題不對 如果你又改成得 那又不對了 要不要一直改嘛 所以如果你假設說 你希望 如果要查的是一個字 那就一個字 如果兩個字 如果三個字 那就三個字 那怎麼辦 很簡單嘛 你直接怎麼樣 去算這個裡面有幾個字 那這個有幾個字 我們其實是這個東西嘛 所以幾個字的話 L1N 所以呢 L1N這個函數 有沒有 刮斧 然後呢 裡面就把 這個關鍵字呢 放到L1N裡面 他就幫你算完說 裡面到底幾個字 幾個字 他就用幾個字 去幫你 切割比較 那就沒有問題啦 OK 所以喔 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用L1N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聖人的話 這邊就改成5 這邊再改成5 那應該聖人就有啦 聖人OK 有沒有 32 那底下的話 得 得的話變一個字 一個字不用擔心 反正他算完是一個字 所以這邊的話呢 他也會出出一個字 那你會發現喔 不對啦 是好像改來改 得 得不對 啊 對 這邊我忘了改 有沒有 所以總共 一 二 三 三個地方一定要改 那你說 老是好像改來改去 他有共通性 哪個地方共通 好像喔 他這個地方喔 他 這三個數字喔 本來好像是二 就是找有 三就是找到 四就是找天下 五是聖人 他底下一直到 一不就是 那不就是只要 他的範圍 二到十一的這個清單 有沒有 那就可以全部做完了 那我只要很簡單 那我是不是呢 在外面再加一個回圈 然後把程式放進去 再把那個 產生的那個清單的 變數 放到這邊來 那不就通通 都幫我查完 其實是這樣沒錯 但是喔 要必須要再加一個 回圈 其實真的還蠻不容易的 加在哪裡呢 記得加在 C等於0的這個地方 然後你可以再多一個 兩個Enter C等於0的下方 打一個4 那應該I跟J都用了 那變K好了 K等於 2 到 11 11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好那這個就是他的範圍 那你當然可以先把這個 三個東西先改 這個改K 那這個改K 這個也改K 有沒有 改完K之後呢 那記得喔 把這個頭跟尾 4跟NAS 搬到這個4NAS裡面喔 這個很重要 這個不要搬錯就應該OK 好放到裡面來 然後記得把 這一段剛剛放進去按個Tab 因為如果你沒有按Tab 顯不出那個階層 有沒有 他是先做這一層 再做這一層 哇 三個回圈 已經夠複雜了 然後呢 把這個 這個 最後應該OK的 執行看看好了 有沒有他一直跑 你說 老師為什麼不對 他怎麼越來越多啊 跟各位講 因為C這個數字 他本來是0 那你 如果沒有 把它做完之後歸零 他一直會一直累降 直到他結束為止 所以理論上 應該要在 這個 K的這一層 的最後一行 所以 NAS的上面這一行 你記得要 再寫一個 C等於0 為什麼要C等於0 因為 你要把這個 C 的數字 歸零 如果你沒有歸零 怎麼樣 他就繼續再加下去嘛 所以記得在 這個回圈的最後一行 把它歸零之後 讓他繼續計數 這樣的話應該就成功了 有沒有 他就會自己一直跑了 那這樣的話就幫我們把全部的 數字都累加完畢了 OK 看一下 好像都會比較多一點點 有沒有 這多幾個 那表示說 在那個道德經裡面 其實 還是有一些可能有關鍵 一個儲存格可能有兩個到三個 甚至更多個的那個 數量沒有被 算進去 所以如果你用conif做計算 那你就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除非那個格子裡面 就只有那個字 不然的話是會算錯的 OK 那當然這個方法 有點小複雜 所以 剛剛這個數量 改成數量3好了 OK 所以數量2可以把它改成數量3 那我一樣有把它貼到那個 雲 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你會看到有一個第一次的 數量1 數量 這個數量 改成數量2 再改成數量3 那其實 最後其實 還有一種 改法 就是 你不要用 跑第三個回圈 一樣跑兩個回圈 最後一招 順便講一下 這個其實還蠻重要 就是你可以 插入 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叫使用者定義 就是我自己 想要寫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很簡單 就是呢 他名稱叫 數量計算 按個確定 然後呢把關鍵字給他 這叫關鍵字 他會把結果幫你算完 反環到儲存格裡面 按確定 那我一樣可以快點兩下 一樣可以自己產生 那你說 老師為什麼有這個函數啊 你電腦裡面有 那我電腦裡面有沒有 當然沒有啊 因為這是我自己寫的 所以呢 如果假如內建的函數裡面 他沒有這個功能 一樣 可以把它寫出來 只是說你如果要寫出這個的話 你變成要寫一個 Function OK 那這個Function要怎麼寫 待會我們再來看 因為這個其實可以從 數量2 去拿來做修改 就是不要改數量3 我們其實是可以拿數量2 改成Function 那至於要改哪些地方 待會我們再來看 其實也沒那麼困難 大概就改幾個地方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記得喔 剛剛是把數量2 改成數量3 所以呢 數量2 跟數量3 到底有哪些差異 你們可以自己再比較一下 大概有幾個地方最重要 第一個是 加一個K回圈 K 4NAS 所以 把它包在裡面 第二個的話就是 把那個原來的3個地方加上K 12 這個3 三個地方 最後記得呢 還要把 NAS上面一行 把它 C歸零 其他 其他好像都沒改 這樣就改 這樣OK了 所以 至於改了哪些地方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3頁 我有把那個程式碼也貼到上面 給各位參考 穿透過 墊 對 喜歡 雲端白板上